要滑稳了 沒有的話我們的記者會就到這裡結束 我想知道一下 我們台灣現在 尤其是台北市 有這個都市計畫的更新 可是我好像知道 我們本來就有很多空房綠 那現在又要做這個都市計畫 那像這個地方他要做四千戶 像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會 讓我們的空房綠實際上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剛剛說 政府就一直在獨立大財團 他只是一直釋放土地 用這個機會一直釋放土地給大財團 然後有房子再去炒 所以他左手是用要什麼 左手拿給右手 右手在護航 左手在打房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真正在處理問題 你看台北市 他們說什麼 很多的 很多的國有住宅 土地 台北市議會應該也很清楚 他們本來是國有的 全部要把它釋放出去 現在換過來 反而他創造這些名詞之後 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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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放出去更大 他只是說 好那些土地 就國有土地就不要賣了 那麼他創造這些 合余住宅 每次一蓋就是四千戶 二十二公頃 這樣他們真的是要再處理房價問題嗎 或者是處理這些沒有房子住的人的問題嗎 我看不見得 就是這樣子 做這種 什麼講 做這種 政策錯誤的這個決定 是我們這個政府一貫的作風 我想知道的是 台北市跟新台北市 有沒有所謂的都市計畫 我們這個 這兩塊地 它到底是有多少的 可以存在多少人住在這裡 然後我們又有多少房子 這樣的 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你說新北市跟台北市 對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他只能台北市跟美軍宿舍 美軍宿舍 預計要搬進去三萬五千 美軍宿舍 就楊明山的 楊明山的美軍宿舍 估計是要搬進去三萬五千人 那邊要做商場 要做旅館 而且它上面就是像我們 剛剛我們教授所講的 都是有非常珍貴的數目 包括有蝙蝠、紅筷、蕭蘭 還有紅陽木 那些以前美國的ICRT ICRT 這是美軍在台的一個電台 那ICRT也被財團 這塊地也被財團整個賣掉 被政府賣掉 賣給財團 ICRT也被迫搬到沖江路來 整個也被騙 整個都已經快面目全灰了 所以說 以後我們自己的子孫 如果說再回來 想找以前我們的歷史 我看是沒有地方可以找 我看是沒有地方可以找 而且這個 我長期間都是 我剛剛講 我長期間都是棒球的領隊 都帶世界杯的 亞洲杯的領隊 我去到每一個國家 我看到人家的棒球的摘品 你日本、韓國 現在連中國、大陸 都嚴聘我們的教練 我們的選手過去 人家有一套完整 完完善善的設備 而且他們的設備 從日本 日本的甲子園 我相信大家通通知道 日本甲子園棒球比賽場地 還是維護了以前 他們在一百年前 所那種風貌 也沒有更改 因為他要讓這些小選手 知道他的前輩 他們是怎麼流血流汗 為這個日本的棒球打拼出來 你到美國大聯盟 現在洋基隊的 所有的新的館 新的比賽場地 他的門 也是用他原來的 洋基隊他的門的設置 每個球隊都是這樣子 那台灣 唯獨台灣是 真的 就像我講的一句話 講的 跟說的 做的 通通不一樣 講的一頭 做的一頭 說實在的話 我們真的也不曉得怎麼辦 現在你看那個 陽明山美軍宿舍 就是 跟我們這塊土地有息息相關 這塊很多黃色都是美軍 來支援台灣造十分水庫 那 陽明山美軍宿舍 都是一些 住了 美國以前在台的 一些非常高級的官員 而且那裡面有充滿了 美國的一種 殖民台灣的一個異位 那裡面也發生過一個 劉志蘭事件 這個一個人被打死 劉志蘭事件 現在 你們在 如果那塊地 整個又被拆掉 又被弄掉了 劉志蘭 像劉志蘭 劉志蘭是誰啊 對不對 劉志蘭又是誰啊 所以我們這個 都是希望大家重視的 希望大家重視我們的文化點擊 不用怕我們這個文化點擊 將來真的 不要說真的是 沒有辦法再去尋找 我們也沒辦法再看到 我們的祖先的困擋